哈喽,麦格婷姐好介绍,大家下午好,今天婷姐又带你们来看 Corner角头有地物哦,而且今天看的是在 Buki Inna非常稀有的大款有地物 这一间大款有地物有五间房间哦 整间屋子的土地面积是44成70 物身是22的那一种哦,非常的大间 楼上是有四间房间,楼下是一间房间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有在线上的朋友 如果你有朋友在找这角头屋子的话哦 这一间大款有地物,介绍给他,分享出去给他哦 而且啊,这一边的物龄只有12年左右而已 外面的这个我们旁边22车空地都被拿来 铺了这个石灰地,你的车子 两辆车停在我们前面车房的地方停进来 这边可以停到两辆到三辆车之外 我们旁边,如果是讲家里有办party 还是车子多的朋友啊 这里一整个地方都是非常好给你的发去发挥 看你要坐鱼池,还是你要停车子 还是你要跟他做扩建出来都是没有问题 在这边做一个小花扑给你家里的爸爸妈妈长辈哦 也是非常适合的哦 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你可以看到啊,都是已经铺好这个石灰地了的 啊,不用担心这个杂草重生长到高高去 来带你去屋子里面看一下 有在线上的朋友帮我们分享哦 如果你在找着屋子 诶,第一次看到Bookie Indah有五间房间的双层排屋 可以停解一个666好吗 这一间是非常built out很大款的屋子 一进来你就可以感觉到为什么 玄关非常的宽敞 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门已经讲是比较大间了 这个门哦,跟我们这个墙面有这么长的 看到吗,这么宽的一个距离 代表什么,代表如果你是有拜拜的朋友啊 这个神台你可以坐到非常的方便的位置 非常宽敞的空间 给你去安放你的神明 做神台的这个位置 再来哦,我们的这个屋子这边 也可以给你们看到哦 客厅的空间 OK,屋主这边是摆了哦 留下了一张非常大张的 这个L-Shake的这个椅子 如果把这个沙发做小一点点的话 弄小一点点的话 这一边的感觉是更宽敞的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客厅的这个感觉 这一间屋子是22×70 旁边的地是22侧 它的楼梯是在中间的 所以哦,玄关才这么宽敞 楼梯是从中间开始上去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窗口旁边哦 因为是脚头嘛 有地雾 所以这边会有多一面采光 多一个signing door在这边的 啊,这个也是你整个 整个的这个客厅空间 因为那边就有做了一个饭厅空间 我带你们来看哈 所以饭厅不要放在那边的话 全部给他做客厅 这边才拿来做你的饭厅 你可以在上面可能装一盏 这个吊散也可以啊 再加个冷气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空间是可以讲 现在是放了两张四方的座子而已 如果你是把圆座 放一张六个人的大圆座 或者放到八个人的大圆座 都没有问题的 非常大的一个空间来的 我们楼下还有一间长辈房 带你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就是我们楼下的长辈房 本身这边已经有了一个床路 这个床路的话是 queen size吧 queen size queen size queen size的床路 ok在这边 所以如果我把它贴去墙面的话 这个应该是 queen size 我把它贴去墙面的话 你再加多一个衣橱都可以的 然后我们长辈房外面 这边就是我们旁边的空地了 采光非常好 这间房间现在是没有开灯的哈 可是你可以感觉到采光很好 这一个角头的屋子哈 它的大门的方向也很好 是东南方向 给大家照一照我们的这个哈 这个是楼下大家共用的浴室 这一间浴室就在长辈房出来右手边而已 所以长辈坐在这边哈 晚上上厕所都是很方便的 这边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私厨房哈 我们的干事厨房在后面这边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哈 L-shaped的一个台面 你们可以看到很大的空间 一整个的这个台面都是已经做好了 壁砖是上到完的 这边看到吗 壁砖已经是上到完了的 你如果要在这边哈 加这个壁厨都可以 抽油烟机啊 这些可以加在这边 我们的厨房这边已经做了扩建出来了 还有旁边这个部分也是做了扩建 这边你可以看 屋主是拿来挂一些扫把啊 这些东西 或者你也可能哈 做一个架子的地方 一些少用的东西可以放在这边 洗衣机也是可以坐在这边 啊 洗衣机的位置在这边 洗衣机的插头 洗衣机的这个水喉头在这边 所以这边洗了衣服 就可以从这边旁边哈 这个门走出去拿去晒衣服了 这一个是我们楼下哦 楼下这间房子的格局哈 这边是有保安围里的 它是在我们Bukitina17路 OKBukitina17路这边 一个非常靠近Bukitina那个大公园的 一个圆环公园的地点哦 在17路这一间是22层70旁边有22层空地 24小时保安围里 每个月保安围里是90块钱 而且啊这边其实地势也是属于蛮高的 一开窗户 听起来就感觉到有风凉凉吹进来了 而且我们哈大门的方向也很好哦 这一间大门是向东南方向 我们的空地呢 就是向东的东边地 Morning Sun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哈 我们一上来楼上 这里的格局非常的不错啊 一上来楼上这边还是保有一个小厅的空间 它楼上是有四间房间 四间房间在这边 可是哈还是保有一个小厅的空间给你 第一间房间在这边 第二间房间在旁边 OK然后就到第三跟第四啊 给你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到这四间房间是怎样分布的 一二三四 OK我们先去看看第一间哈 楼上的话哈 它一共是有四房 四房三侧 楼上就四房三侧咯 这一间是我们楼上的第一间房间 放一张Queen Size的床 没有问题 基本上刚刚听姐看哈 这边哈 五间房间啊都可以放得到Queen Size的 家里成员多的朋友哈 不用担心这间房间不用再悄悄打打扩建房间了 都是很够用看到吗 放了一个双人床在这一边 你的衣橱可以坐在这个方向哦 这个方向可以做衣橱给他 这一间房间的话哈 我们看了第一间房间 他自己就有自己的私人浴室了啊 独立的这个自己在房间有的卫生间这一边哈干事分离我们可以做一片玻璃就可以做到了的 另外的楼上的三间房间当然也是陆陆续续带你们进去参观参观哦 OK这一间我们看的第二间房间你可以看到吗 每一间房间其实他都不小哦 虽然讲楼上做了四间房出来 每一间房间的空间都是分布到很均匀 正正方方的都是属于很正方的 而且我们刚看第一间房 然后这一间房有窗户很亮 刚刚那间房也是有窗户的 OK都是亮亮的房间 这一间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的空地了 第三间要去第三间之前会先经过这一间厕所 这间厕所就是我们其中有两间楼上的两间房间 它是房间里面没有浴室的没有厕所的 所以他们就可以共用这间房间 再来这间这间房间稍微会比较小一点点 如果你放了双人床过后 衣橱就很小 OK只可以做一个可能四扯四扯左右的衣橱在这边而已 可是双人床还是一样摆得近 只是比较小一点的格局的房间 看得到吗 每一间房都是没有这个暗房的 都是很亮的 如果是在找着五个房间的朋友啊 要有五个房间的屋子 又不想要做扩建花间 扩建现在真的是很大笔费用啊 这一间双层脚头屋880千 就可以给你买到有五间房间的房子 整个土地面积相当大哦 44层70真的是很宽敞 然后也给你们看 现在我们已经走进来我们的主人房了 OK这个是从我们另一端的墙 拍过来主人房的这个格局 一进门这一边 可以拿来摆放你的这个床的位置 在这一个地方可以摆床的位置 King size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你要把你的大衣橱 坐在里面不用坐在这边 大衣橱可以坐在这个衣帽签的部分 这边可以设计看你要做电视墙啊 旁边要做工作台都可以 他有三个房间了 在楼上这一间主人房 还是可以坐到蛮大间一下的 给大家看整个采光也很好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可以拿来做衣橱 看到吗 你可以坐一个L型的衣橱 在这边坐给你的太太 L型的衣橱很大的空间 因为走进来这边就是主人房的厕所了的 厕所不会很小间哦 真的你看 厕所的空间其实很够一下的 刚刚好啦没有到很大 可是我这边的距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全部东西都是有一段距离的很不错的一个空间感 啊在门口给你们看一下整个的感觉进来主人房这样的感觉 OK我站的最尾给你们看 朋友们觉得这间屋子哦 真的可以坐到五个房的 Buki Inna双层屋哦 很不错 记得记得跟婷姐说个大字哈 一间哈就是非常稀有在我们Buki Inna Jalan Inna十七路 十七路这边的一间哈 双层排屋 双层排屋还要是有多一个22层大空地的双层排屋哦 啊22层七十的屋身再配上22层的大空地 是很多人都喜欢哦 在找的房子 可能你会讲哇 婷姐这间脚头580 880千 会很贵吗 你觉得哎 其实讲真的 如果你知道这一袋的价钱的话 我们这边的这个田字物哈 30 田字物大概是32 乘65或者32乘70 价钱是跑到950千 虽然它的价钱是 我们的这个title 它是这个田字物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 房间是比较大 然后格局也比较大的话 又想要有这么大空地的朋友 这一间哈 880千就可以买到一间哈 44层75间房间的双层排屋 还在哈 非常少人要卖的十七路这边 真的是哈 非常值得的 很少人要卖的 这边的房子 而且也是有保安威力去的 每个月的保安威力是90块钱 这边的物龄只有12到13年 这样而已 这一间单位它的大门哈 是面向东南方向 我们现在占的这个地哈 它是东边地来的 OK 所以这间屋子完全是没有吸灶的问题的哈 是非常多人喜欢的一个方向来的 这一边哈 十七路这边两分钟哦 你就可以去到我们Bukit Inda的Tesco 也可以去到TF Mark 那个庆丰年美食馆啊 都是在两分钟的车程而已 如果是讲你要去A1Bukit Inda呢 这一边开车过去只需要四分钟的车程就到A1Bukit Inda了 去我们那个公园哈 Bukit Inda的A1前面那个大公园哈 开车去也是四分钟的车程 当然哦 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更方便 这一边过去Second Link的Highway Entry 只需要12分钟而已 下波底哈 下新山市中心也是20分钟左右的车程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所以哈 如果你喜欢这一间哈 非常大间的双层排屋 还是五房式的哦 楼上竟然可以做到四房三侧 既然可以做这么大间哦 记得马上联系我们麦格廷姐好介绍 也可以直接WhatsApp来询问 那更多照片都没有问题的哈 如果是讲屋主们要卖房子 记得也是哦 不管是店面工厂 单层双层连教务都可以联系麦格廷姐好介绍 这样我们今天直播视频到这边了 记得离开的时候给个like 给廷姐一个like 然后再follow一下麦格廷姐好介绍 下一次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跟我们看到非常好康的房子了 拜拜